MOTOBYE 哈囉大家好,歡迎回到MOTOBYE 我是MOTOBYE的企劃,陳昊 今天為什麼我仍會在這裡呢? 讓我們看一下VCR 身為企劃或製片角度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場刊去 開發一點新地圖、新的路景 不然每次都拍一樣的類似的 應該我們至少要花一個禮拜 然後我們要去各個地點 去研究各個地點 然後我們去做拍照 然後做紀錄這樣 然後甚至連光線什麼都紀錄進去這樣子 那是否可以拍什麼的 就大概花一個禮拜要去整理這個 我覺得你直接騎這個MMVCU 騎去拍就好了 直接騎去 就這樣了 等一下騎去 好 好 其實就是像剛剛影片那個樣子 其實我們剛去做一個其他影片的拍攝 然後影片剛拍攝結束之後 想說覺得我們要 多多的去看一些不同的路景 不要走 總是在同樣的地方去做拍攝 那拍攝這件事情其實 如果對於路況不熟的話 其實是非常危險 而且是麻煩的 我們甚至連開著我們的車子要移動 我們都不知道車子要停 所以其實廠刊對於拍攝這件事情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今天很高興我們 好不容易拗到了大柱 拗了一天的時間 可以出來做廠刊這個動作 那我們今天就 騎著我們的MNBCU 然後跟我們一起去廠刊吧 GOGO 好像還沒有跟大家介紹到 為什麼我們會使用MNBCU來配給企劃 然後讓企劃去做廠刊 其實當初山陽工業他們在做出 MNBCU這台車的時候 他們那時候設計的理念就是說 他們想要將撞油這個詞 帶進白牌樹可達 其實我覺得撞油這個詞 它本身就是 就是讓以前的貴族 他們可以去看看 那些他們不曾到過的地方 去了解民生疾苦 然後可以去增廣見聞 我那時候就跟大柱討論 其實我覺得這點 就很像我們企劃 在做廠刊這件事情 我們一樣要去過一些 我們從來不會去過的地方 我們也會跑到一些 可能很少人會去的地方 去做一些場景 很多美景都是被我們這樣挖掘出來 出來的 我們現在來到了 傳說中車友的勝地 就是不厭廷 很多人會上來這邊拍照 或是取景 那其實我們也覺得 我們應該好像可以把這個點 納入一個我們常拍的路景 接下來我可以講一些 就是我今天騎乘起來的心得感受 今天其實是我第一次 真的長途騎乘這台MNBCU 上次騎它是我們從車行把這台車牽回來的時候 然後偷偷在地下室小小騎了一下 一小段距離而已 其實沒有到很遠 然後今天算是第一次長途騎乘這台車 然後我們第一次騎 我們就把這台車一路從南港 然後一直騎 騎上不厭廷 我們大概騎了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 沿途又有拍一些其他東西 到不同的點去做取景 總共騎了快兩個小時的時間 我其實蠻常會跑到九份啊 瑞芳這邊來 帶我的女朋友來這邊出遊啊 或是看看風景這樣 跟自己的車比起來的話 我自己的車其實也是一台 150cc左右的白牌的速可達 跟我的車比起來 我今天騎乘起來最大最驚豔的感覺 其實就是它的椅墊 它椅墊真的 我那時候騎自己的車騎到九份 我可能還沒上山 騎車可能才騎大概四五十分鐘 從細紙騎到九份 我的屁股就已經蠻不舒服的 最讓我驚豔就是椅墊這點 第二個點就是我覺得里程吧 表定數據上面是7.5公升 然後1公升可以騎到40公里以上 那等於是它一桶油可以騎到200多公里 那等於我今天從南港一路騎 騎上來騎到瑞芳 騎到九份這邊 這樣大概快100公里的路程 我可以來回回去 然後再做加油 這是我覺得 我最大最大的感受 這台MMBCU 其實還有一個很驚豔的點 就是它的車廂空間 因為它的設計其實跟DRG是類似的 但是它又有讓它的車廂空間可以再擴大 然後可以放下一頂SHOE的X14全罩安全帽 也因為這個非常大的容量的車廂空間 我可以把所有攝影的器材 什麼穩定器 或是一些雨衣等等的一些必備的物品 我們都可以放到我的車廂內 然後來當一個完美的駝獸這樣 最後的最後我想說一下就是 雖然說今天好不容易拗到上班時間的一天時間 我們可以來做廠勘啊 可以這樣一路騎 來騎很多的路段 我們可以挖掘更多 其實更適合車拍的路段 那今天騎乘下來我的心得就是 畢竟SRM當初在設計這台車的時候 他們希望的是 可以讓這台車像曼巴蛇一樣 他們可以在那種林木之間的叢林啊 移動或是它的遷徙 那我自己認為 因為畢竟我們還算是 需要生活在都市的人群 我覺得我們需要的 可能還是在水泥叢林中 我們可以起步的時候 就必須要脫離車陣 因為畢竟有時候 困在車陣是一件 蠻困難蠻麻煩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 也許未來我們可以做的改裝方向 我們可以嘗試的 就是去改變它的普利盤 普利珠 可以讓它的加速反應可以再更好更快一點 那配上它現在有了尾速的延伸性 可以讓它也非常的舒服的話 我覺得這台車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玩 也非常值得購入來做玩樂的一台車 好 那我跟各位觀眾可以預告一下 就是這次SYM的MMB CU 我們預計會做出三支影片 那第一支就是今天我們來做試乘 還有我們的就是算是開箱 還有今天一整天的廠刊之旅 那第二支我們預計會 跟各個改裝界的前輩大佬 可能大駐啊 或是我們陽金戰神叮叮 可以跟他們討論一下 就是未來這台車可以如何去做改裝 那第三集當然就是 再凹大駐一波 我們要出去外面去旅遊 去驗收這個改裝成果 好 那我們這次的廠刊之旅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各位車友 如果你們有一些你們平常很常去騎 然後也覺得還不錯 蠻好看的一些山路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區告訴我們 好喜歡我們頻道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可以開啟下面的小鈴鐺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再見 掰掰 大駐你覺得 如果真的要改裝這台MAN8的話 你有什麼建議 就是改裝的方向 我們可以改什麼 因為就像你現在講 它其實置物空間夠你用嘛 然後它騎乘的三角 或它的坐墊 你覺得都舒適度夠 我覺得目前看起來 確定它比較 以我們的角度一定要改例就是 我們可以找一套 性能更優越的喘動設定 然後再來就是 它輪胎目前就是 健大的原配胎嘛 那我們也可以挑一套性能更全面 看你之後廠坎 你是覺得你想要讓它更 偏熱龍胎競技一點的呢 還是說你想要讓它 全天候那種對應的功能 我們可以再挑一款輪胎的替換 我覺得MAN8這次的懸吊 其實調整你們 吸起來也覺得蠻舒服的 因為之後可能有雙載的需求 更多的比例會 兩個人出去 一個拍攝嘛 一個人去廠坎 那我覺得後避震也可以挑一組 性能更好 要給我更多可調功能的避震器 我覺得避震器是可以用的 求安全的話我們可能也在 自動方面加強一點點 那看你是要在疊盤方面去著手呢 或是換一個卡錢 甚至是改好一點來臨片 也可以先試試看 騎著你覺得這樣還不夠 我們也可以試試看 比較好的高亮空律 再搭一個全取代的電腦 也是一種選擇 你想改的時候我們再來討論 把車改一改 我們再出去玩一玩 OK 好下次見啦 掰掰 我們會不會再接著 如果那順利 我們會再去搭一 Puis 我們會再去找那個 我們會再配A